我们家隔壁的叔叔在屋顶上养了很多鸽子耶 以前的人养鸽子用来传递信件 或者是单纯的兴趣 现在的人养鸽子有的就不是纯粹的兴趣了 那他们养来干什么呢 有的人养鸽子作为比赛用 可是赛哥却往往变成赌博 另外有的人把鸽子卖到餐厅去 餐厅拿来做什么用呢 餐厅买那些还没长大的鸽子 做一种很有名的菜叫做乳鸽 很多人喜欢吃耶 鸽子是属于什么样的鸟呢 黄老师 鸽子在鸟类中属于智科 像鸳唇也是属于智科 我没见过鸳唇 可是我吃过鸳唇蛋 很好吃哦 鸳唇有一种体型小一点 一种大一点 小一点的一般称为中国小鸳唇 大小和麻雀差不多 大一点的叫做加州鸳唇 大小有小鸳唇的两倍 在美国西部的树林里相当多 我在动物园看过一种叫地质的鸟 是不是也是属于智科的鸟类呢 完全对 地质还是我们台湾的特产呢 它的羽毛颜色好漂亮好漂亮 是世界有名的鸟 说到漂亮的羽毛 孔雀的羽毛也很特别 孔雀也是智科鸟类中最为人们熟悉的鸟 孔雀开瓶最美丽 每一只孔雀都会开瓶吗 不 会开瓶的是公孔雀 母孔雀不会开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